整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劳动局长 透过网络领选呢 从十位候选人里头已经敲出五位名单了 但是这名单被质疑 有人是领选委员成了候选人 根本是球员兼裁判 甚至里头还有候选人有诈七千科 柯文哲自己也坦言 整个领选过程至少有五大瑕疵 他还甚至还两度没自信地反问大家 觉得怎么样 他说大胆尝试网络选局长 让他陷入了空前苦恼 每次投的跟最后出来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都开始怀疑我跟这个世界投决 公布劳动局长候选人 柯批决陷入空前苦恼 五位候选人他第一次看到 连自己都不大 这次网络票选争议实在太多 候选人里问题最大的是无视者 之前自己是领选委员 现在是变成候选人 外界质疑他内定球员兼裁派 而且他还有诈欺前科 左边的律师陈明正 之前曾帮连胜文枪击案的犯写 马面辩护过 也曾引发官司正义 他以前如果有 不管是分外情 被诈欺案 一大堆 或是这样 这个人打入地永远不入用 你们觉得 实在难为 公益院人士脸书抱怨评选结果 让人错愕 本来被看好的大佬林子文 网友称赞最多的赖湘营兜落榜 乡明说 评选结果不能反映民意 每次林选委员 都是李市长 市长会当到李市长的人 他都一定年龄 所以后来就发现 这些李市长选出来的人 跟网路世代的人 好像有点落差 票选局长闹得满城风雨 好险基要蔡壁如 确定要入府长乡左右 柯P总算吃了定心丸 未来还有研考会主委 要开放票选 柯P说现在起全面检讨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做如事观 就在金刚经中 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 记者综合报道